中华田园猫五虎上将第四弹 招财虎三花猫 我们的中华田园猫真的是猫才辈出 前三期里有暖心渣男 有世界明星 还有颜值担当 到了本期的三花猫就比较平庸 只是个平平无奇的赚钱小能手 问题一 三花猫都是母猫吗 并不是 三花猫只是绝大部分都是母猫 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想了解这个问题 那就得用到高三生物的指示点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 所有的猫都只有两种颜色 就是橘色和黑色 其他花花绿绿的颜色 都是因为基因淡化导致的 但是白色并不是颜色 而是一种显性的白化基因 只要这个猫带有白化基因 就一定看得到 然后再看染色体 看过我前两期胖猫虎橘猫视频的 都知道颜色基因是受X染色体控制的 必须有两条X染色体 分别带有橘色基因和黑色基因 再加上本身拥有的白化基因 这才出现了三花猫 拥有双X染色体了 就必然是母猫 而三花猫猫的出现是由于基因变异 形成了XXY染色体 这种三花猫猫由于天赋异禀 所以没有生育能力 非常合理 三花猫猫出现的概率非常低 平均每3000只才出一只 我就比较厉害 至今见过两只三花猫猫 活的 这就要说到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岛国人 对我国三花猫尤其是三花猫猫的痴迷 招财猫的原型就是三花猫猫 而最出名的招财猫 就是一只叫小玉的三花猫猫 当时岛国的河山哥县地铁站 因为生意不好面临拆迁 得知车站旁边的便利店里有一只叫小玉的三花猫猫 于是岛国人就聘请小玉当车站站长 试着招揽生意 没想到受到奇效 很多人慕名而来 而且有了名气的小玉还接拍了电视剧 为车站带来了一亿日元的收益 岛国人因此对三花猫猫更加迷恋 但他们因为当时学不到我国高中生物的知识点 所以就单纯觉得物以稀为贵 认为三花猫猫是幸运的象征 从而创造了招财猫的形象 成为了现在各个商店收音台上必放的吉祥物 问题三 三花猫和岛猫猫的区别 岛猫猫是因为与岛猫龟颜色相近而得名 岛猫猫的特点就是身上花里胡哨没有规律 颜色搅在一起杂乱无章 而三花猫身上的花纹颜色有明显的界限 按现在大多数人的审美来看 三花猫是标准的小美女 而岛猫猫有点一言难尽 可能岛猫猫也知道自己的长相不符合大众审美 所以她的性格非常温柔 现在的岛猫猫就像榴莲 喜欢呢特别喜欢 讨厌呢特别讨厌 但我觉得好看的小猫都千篇一律 温柔的岛猫才值得拥有 总结 三花猫和岛猫猫一样 都是活泼还温顺 黏人爱撒娇的性格 说她是猫中淑女一点都不为过 三花猫那种女孩子的软懒和傲娇气质 真是养了才知道 所以既然有了淑女猫 那肯定还得配一只君子狗 什么狗追君子呢 作为尊贵的大鸡猫蝉使官的我 说是金毛没问题吧 没有啊 下期继续中华田园猫五虎上将最后一弹 虎不虎奶牛猫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爱撒我 Respite